英国国会原本开设一个TikTok账号 以便吸引年轻人关心政策 但由于担心用户数据可能交给中国共产党 英国政府决定关闭TikTok账号 中共升高台海情势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苹果5号告知供应商 中方称要求台湾制造的领组件与原件 必须标示为中国台湾或中华台北制造 报道说这张必须从台湾出货材料 原件或领组件到中国的供应商陷入两难 因为台湾也要求所有出口产品必须标示产地 产品上需带有台湾或中华民国字样 美国劳工部5号表示 7月份美国雇主增加52万8千个工作岗位 工资增长也加快 从6月开始的一个月内已经增加0.5% 分析指出这可能让联准会 继续以1994年以来的最快速度升息 特斯拉在4号股东大会上提出股票一拆三的分割计划 5号随即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申请 在申请文件中提到 主要想透过股票分割留住更多人才 金唐人亚太电视真理报道